我们迷路了 傭兵 我们迷路了 傭兵 那 那是什么 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巨大的污蔓 难道是 大事不妙 我必须赶紧回去告诉傭兵 傭兵 我们当家人吧 你不觉得寂寞吗 就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也没有任何人会记得你 所以 我们就成为彼此的家人吧 这样就还能互相记得对方 怎么样 我开玩笑的傭兵 我也没奢望过这些 我不想拖延时间 就开门见山地问了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哈萨尔似乎对我冒犯的态度还挺满意 笑了几次之后 就开始说起了正事 曾经有一位被称为天才的魔法师 年纪轻轻 就已经展露出了出众的魔法才能 所以没有人能胜任他的师父 他艰难地攀登上了阶梯 却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 于是被莫大的难过和虚无感席卷 想知道更多 想站到更高的地方 世界所知的魔法 远不足以满足他的野心 数十年间 他只带着一根魔杖帮身 在四海流浪 疯狂地写书帮助人们 留下了很多故事 白魔法师 他拥有一头白发 于是人们开始这么称呼他 然后有一天 他这会儿在做什么呢 白魔法师只留下了这句话 就悄然不见了踪影 他突然像是获得了启示 开口说 他的存在渐渐被遗忘 只留下了很多好事者 频发推测 全不是关键 更重要的其实是 我开始有了兴趣 对那个叫白魔法师的人物 好奇了起来 他也和我一样 对生活开始厌烦 觉得虚无了吗 那么 他最终找到答案了吗 在离开爱林森林的路上 我更加好奇了 妖精女皇说 白魔法师会创造更好的世界 他竟能将一族女皇 迷惑成这样 究竟是什么来历 妖精女皇好像完全 被白魔法师迷住了 现在还不能确定 静蜜之林里 应该会有答案 那是真的吗 小孩的名字叫亚琳 可以说 一切的元凶都是这乌曼 而在乌曼出现的区域 很快就会出现 大批的不死怪物 被我击退的怪物 统称乌曼 他的家人 就是被刚才 那种怪物杀光的 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我却莫名其妙对他发火 我本想再说些什么 但还是闭上了嘴 他像是在听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样 时不时慎重地点着头 这似乎是他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 我将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 讲给了白魔法师听 我只不过是一介佣兵 可你不是啊 你拥有能拯救世界的力量 不 你至少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好一些 可你却像享福一样 一个人躲在这种地方做研究嘛 到我嘴边的 竟是这些话 我突然感到好奇 他这么说着 目光却看向了远处 但白魔法师似乎看出了我心里的想法 露出了一个模糊的微笑 同时 我也想象了他所说的神都 我试着想象了一下 他所说的根源的智慧 他抛下时间所有富贵与名誉都要追求的 究竟是什么呢 我和白魔法师的对话 大部分都很短暂 如果人类能够达到那样的境界 一定就能让世界再无悲伤和痛苦 但每当和他对话时 我都感觉像是一同进行了一场漫长的旅行 时间的流动变得缓慢 我完全没有料到 日后将要发生的一切 就那样 不知不觉地过了三个月 在那之后 我在极光大神殿停留了一段时间 帮助白魔法师进行研究 那一刻 我的脑子里有一盏灯一下子亮了起来 所有的信息瞬间开始组合了起来 乌慢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是什么事情呢 回想起来 小孩最后是有话想对我说的 而附近的乌慢数量开始增长 也是一个月前 白魔法师开始在研究室闭关研究室一个月前 而乌慢也是在数年前开始出现的 白魔法师开始在极光进行魔法研究室数年前 我怎么一直都没有发现呢 变如此 我明知会死 还是追逐着他 我不想拖延时间 就开门见山地问了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哈萨尔似乎对我冒犯的态度还挺满意 笑了几次之后就开始说起了正事 曾经有一位被称为天才的魔法师 年纪轻轻就已经展露出了出众的魔法才能 所以没有人能胜任他的师父 他艰难地攀登上了阶梯 却发现那里什么都没有 于是被莫大的难过和虚无感席卷 想知道更多 想站到更高的地方 数十年间 他只带着一根魔杖傍身 在四海流浪 疯狂地写书帮助人们 留下了很多故事 世界所知的魔法远不足以 满足他的野心 然后有一天 他拥有一头白发 于是 人们开始这么称呼他 白魔法师 他突然 像是获得了启示 开口说 他的存在 渐渐被遗忘 只留下很多好事者 贫乏推测 他这会儿 在做什么呢 白魔法师只留下了这句话 就悄然不见了踪影 钱不是关键 妖精女皇 好像完全被白魔法师迷住了 在离开爱林森林的路上 我更加好奇了 他也和我一样 对生活开始厌烦 觉得虚无了吗 那么 他最终找到答案了吗 他竟然能将一族女皇 迷惑成这样 究竟是什么来历 妖精女皇说 白魔法师 会创造更好的世界 而在乌曼出现的区域 很快就会出现大批的不死怪物 被我击退的怪物 被统称为乌曼 他的家人 就是被刚才那种怪物杀光的 小孩的名字叫亚林 那是真的吗 我本想再说些什么 但还是闭上了嘴 他像是在听什么 非常重要的事情一样 时不时 慎重地点着头 这似乎 是他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 我将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事情 讲给了白魔法师听 可以说一切的元凶 都是这乌曼 他并没有做错什么 我却 莫名其妙对他发火 但白魔法师 似乎看出了我心里的想法 露出了一个 模糊的微笑 到我嘴边的 仅是这些话 可你 却像享福一样 一个人躲在这种地方 做研究吗 你拥有能拯救世界的力量 不 你至少可以让世界 变得更好一些 我只不过是一介佣兵 可你不是啊 同时 我也想象了 他所说的神都 我试着想象了一下 他所说的根源的智慧 他抛下世间所有富贵与名誉 都要追求的 究竟是什么呢 我突然感到好奇 他这么说着 目光却看向了远处 如果人类 能够达到那样的境界 一定就能让世界 再无悲伤和痛苦 我完全没有料到 日后将要发生的一切 就那样 不知不觉 过了三个月 在那之后 我在极光大神殿 停留了一段时间 帮助白魔法师进行研究 但每当和他对话时 我都感觉像是一同 进行了一场漫长的旅行 我和白魔法师的对话 大部分都很短暂 而乌曼 也是在数年前开始出现的 白魔法师开始在极光 进行魔法研究 是数年前 那一刻 我的脑子里 有一盏灯一下子亮了起来 所有的信息 瞬间开始组合了起来 午慢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是什么事情呢 回想起来 小孩最后是有话 想对我说的 时间的流动 变得缓慢 我就像在地下 扎了根一样 僵住了 那真的是 我认识的白魔法师吗 门里面传出的声音 让我起了几匹疙瘩 突然 想起了白魔法师 对我说过的话 我怎么 一直都没有发现呢 而附近的乌曼 数量开始增长 也是一个月前 白魔法师 开始在研究室闭关研究 是一个月前 即便如此 我明知会死 还是追逐着他 我完全无法抵挡他的力量 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了 我无法再迈动脚步 降在了原地 那个东西 已经称不上是人类了 在那里的所有人 都有一种直觉 不行了 我已经发不出声音了 小孩的声音 也渐渐 变得模糊 原来如此 艾林森林竟然有偷猎者和盗墓者 这些贪心的人类 手伸得可真长 我和艾菲尼亚有一个约定 我现在也在努力地遵守着 这么说来 那孩子是 刚才见到的黑暗怪物 就是乌曼吧 在这里 不太能听到外面的消息 我在研究光 虽然我有很多话想回答你 但我就先纠正你一点吧 我不是独自一个人 阿尔斯 这是远道而来的客人 给他们准备棋身之处吧 他们不会伤害我们的 就让他们停留一段时间吧 吴曼的残骸 居然还能想到要收集这东西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请帮我转告他 我会好好用于实验的 乌曼生成的原因无从知晓 但请不要担心 终极光明的研究完成的那天 乌曼一定会消失的 外面还真吵啊 不是的 这儿只是我最喜欢的地方而已 我成功了 同时也失败了 我埋头研究光明 甚至触犯了禁忌 终于成功超越了界限 但终极黑暗是存在的 这就是我得出的结论 但结果是没有什么终极光明 并不是我到达不了 而是本来就不存在 因为只要有光明存在的地方 就一定会有黑暗 黑魔法师被封印后数百年 圣帝再无女皇 没错 我是流浪武士 虽然不清楚 怎么和南哈特这样恶劣的人类 结了念缘 但总之 我现在来到了圣帝 漂浮在数千米高空中的神秘之岛 圣帝 以及统治这块圣帝的存在 女皇 没有女皇 很明显是紧急情况 因为女皇不只是一个国家的皇帝 更是保佑整个冒险岛世界的存在 若是没有女皇 就没有人来指导 处于危机之中的冒险岛世界 因此 我要推荐新一任女皇 南哈特说的就是这些 不管怎样 和这家伙吵架 都没有任何用处 到底为什么要把我叫来 赶紧听这家伙讲完重点 就跑吧 就连给这家伙打通嘴巴的造物主 恐怕和这家伙吵个五分钟 也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反正我也不可能吵赢 嗯 是我疯了 其实 我以前欠这家伙一条命 我要是早知道这家伙是这种狠人 当时就不会接受帮助 啊 完全还是个孩子吧 竟然要让这么小的孩子 坐上女皇之位 她比我想象中年轻很多 突然心里有些难过 他们究竟要让这孩子 承受什么重担 这也太过分了吧 我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还在问妈妈 拿零花钱买糖吃呢 圣地 春天 圣地 夏天 圣地 秋天 这个组织完全占领了爱德尔斯坦 身为如此庞大组织的首领 奥尔卡不可能察觉不到奇怪的征兆 创建了名为黑色之翼的组织 为黑魔法师的复活做准备 军团长奥尔卡 南哈特说的没错 在这个天色黑暗 迷雾笼罩的时间 突袭敌人是最合适的 圣地 又是一年春天 圣地 冬天 还真是个出色的策略家 黑魔法师被封印后数百年 圣地再无女皇 没错 我是流浪武士 虽然不清楚怎么和南哈特 这样恶劣的人类其了逆元 但总之 我现在来到了圣地 漂浮在数千米高空中的神秘之岛 圣地 以及统治这块圣地的存在 女皇 没有女皇 很明显是紧急情况 因为女皇不只是一个国家的皇帝 更是保佑整个冒险岛世界的存在 若是没有女皇 就没有人来指导处于危机之中的冒险岛世界 因此 我要推荐新一任女皇 南哈特说的 就是这些 就连给这家伙打通嘴巴的造物主 恐怕和这家伙吵个五分钟 也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反正我也不可能吵赢 不管怎样 和这家伙吵架 都没有任何用处 是我疯了 其实我以前 欠这家伙一条命 到底为什么要把我叫来 赶紧听这家伙讲完重点 就跑吧 啊 完全还是个孩子吧 竟然要让这么小的孩子 坐上女皇之位 他比我想象中年轻很多 我要是早知道这家伙是这种狠人 当时就不会接受帮助 圣地 春天 突然心里有些难过 他们究竟要让这孩子 承受什么重担 这也太过分了吧 我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还在我妈妈拿零花钱买糖吃呢 创建了名为黑色之一的组织 为黑魔法师的复活做准备 军团长奥尔卡 圣地 秋天 圣地 夏天 南哈特说的没错 在这个天色黑暗 迷雾笼罩的时间突袭敌人 是最合适的 圣地 又是一年春天 圣地 冬天 这个组织完全占领了埃德尔斯坦 身为如此庞大组织的首领 奥尔卡不可能察觉不到奇怪的征兆 还真是个出色的策略家 好了 这一片怎么这么了 应该就在这附近啊 怎么连个影子都看不见 啊 终于找到了 快过来 可爱的小家伙 嗯 感觉有点 怎么回事 是在生气吗 啊 那等你消气了 我再来 哎呀 什么嘛 听到音乐声就变乖了 什么嘛 这件事情我也知道的 你是谁啊 我才不想知道什么医名呢 但是 我找了四天才好不容易找到的 你赔我 哎 什么 好吧 约好了啊 好冷啊 然后就只有你们三个人出来了吗 队长 那么你们是军人吗 我吃饱了 总算活过来了 我 因为离末日没多久了 我在寻找要带上方舟的动物们 你们说的 你们说的我都能听见 黑魔法师 终于还是现身了 算了 你们信不信我无所谓 反正 没有办法避免末日 你不是答应帮我抓动物 让我带上方舟的吗 什么 那 你答应我的事怎么办 但这家伙太小了 他可能太冷了 总是往我怀里钻 喂 这样可不能送上方舟 这么小的家伙没法适应的 我说 你在听我说话吗 队长 您去哪 喂 不可能活着出来的 你们要是有想进去的念头 我劝你们还是放弃吧 得了吧 我自己能走 所以说 人类都是傻子 那也要活着才能唱歌跳舞吧 我不管了 随便你们 看吧 我就说了 会死的 能活到现在没有灭亡 都是奇迹了 傻瓜 蠢蛋 队长 喂 队长 唉 昏过去了吗 他还欠我一些东西 我要把他带走 他想要的是终极黑暗 应该是要抹杀冒险岛世界内的全部有质体 甚至更多 终于相信我了 傻子 黑魔法师也是超越者 和我是同等级的存在 我在这里 你都知道我的身份了 还担心我吗 喂 醒醒 喂 队长 但是 该告诉谁呢 如果传了信 就有人能阻止他们吗 哼 别误会了 我只是想让你活着完成任务 这个家伙可不算 我可不能把这么小的带上方舟 我要送卷猫牛上方舟 但那家伙太敏感了 一下就逃脱了 安静 这 这样吗 你为了这个 就要杀死无辜的石虫水灵 你们人类真的是 那你可真了不起 吵死了 赶紧去抓水灵 好了 捷猫牛传送过去了 好 那就开始吧 原来还有人类懂得遵守约定啊 不过 队长来这里有什么事 毕竟 我也是所有生命的母亲 虽然实际创造生命的 是更高位的 那 那当然也是一部分原因 我只是不想示弱无睹 等等 你真的打算和黑魔法师的军队战斗 不行 我绝对不会帮助你们人类的 你们有志体 只会危害其他生命体 就算不是现在 人类也早晚会自相残杀 而自取灭亡的 这样挣扎 就算真的能够避免末日 你们也会再次陷入 无止境重复的战争吧 喂 队长 作为所有生命的母亲 人类也是我可怜的孩子 但 已经离家的孩子 没法让我一味宠爱 你在哭吗 眼睛好红 听说明天就是最后一战了 你能撑住吗 我看对面部队规模很大呀 总之 这让人厌烦的寒冷天气 也是最后了 现在只剩一只了 但力量也不剩多少了 我是说 我在方舟上留了一个位置 其实 我留了位置 人类真的都是傻子 傻瓜 笨蛋 呆子 那就 告辞了 怎么了 别死 虽然不知道需要多久 但我会回来的 什么嘛 你要放弃银游诗人的梦了 嗯 这小家伙也想听呢 快点 那让我听听吧 怎么样 这小家伙都长这么大了 队长 我来了 好久不见了吧 你拼命守住的烽火 让很多人看到 聚集了起来 好了 那 该从哪里说起呢 嗯 拥有隐秘过去的光之魔法师 里面 也有非常强大 足以对抗黑魔法师的英雄们 建造烽火的龙神 无敌不败的狂战士 最后 还有怪盗幻影 横扫战场的精灵族女王 但你也别误会了 我只是 母亲嘛 有义务要抱抱哭泣的孩子 对吧 好吧 我也帮忙了 搞得我耗尽了力量 嗯 我刚才说我们了吗 虽然过程中 有很多人牺牲 但我们 最终成功 封印了黑魔法师 脉络在烽火内部 它耗尽了所有的生命力 缩短了烽火的启动时间 可能遍地都是怪物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吧 还一字 在爆破现场被发现了 似乎是举着火把 跳入了炸药里 还有很遗憾的消息 这把剑我带走了 应该可以吧 你 该回故乡了 你做得很好 六德 现在 你也能安息了吧 他们两个 都像你们说的那样 回故乡了 爱 吗 这个 听说是烽火台 据说是用来在末日来临时告知危险的 是龙神的作品 冬天来了 可民居都已经被烧毁了 那么多难民该去哪里呢 孩子 怎么了 我不知道 您还对音乐感兴趣啊 不过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听说邻国又起内战了 要去哪里吗 您又来了 不过 我倒是没关系 什么 队长 要去哪儿 队长 队长 但是 柴火刚好用完了 让您去打猎 竟然在这雪山深处 猎到一个小姑娘 真是惊人 应该是 在勇士部落的火山活动 平息下来之后 移动到这里的 附近有火山虫栖息地 去那儿找找吧 那我去 收集到柴火了吗 马上就生火 你也知道的 队长那样待着的时候 怎么唠叨都没用的 对了 队长您去找柴火的 这段时间里 麦勒回来了 看来他真的不太正常 你看他 来这里还穿成那样 以前很风光的 有很多追随者 世界很混乱 所以总是有人 被邪恶的魔法渗透 你听说什么消息了吗 您打算做什么 答应的是 我就说怎么有点阴森呢 喂 喂 没有人吗 那 姑娘你要怎么办 发表作品 怎么会这样 推车还是坏了 我跟着那姑娘去看看 刚才不还挺健康的吗 怎么突然 你这人 不帮忙也就算了 看来 是真的不打算 留一个活口啊 队长 您清醒一些了吗 队长 您还好吗 这么多怪物 难道都是您 队长 您的身体还没痊愈 您要去哪里 上山去找能送上方舟的动物了 它好像打算在这里 暂留一段时间 您现在还担心起超越者来了 那姑娘居然是超越者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我还以为 生命超越者 应该是更加成熟的女神 恐怕有些困难 这样吗 嗯 您要是在意 就去看看吧 这段时间里 我在关卡转转 还算幸运的 也就是关卡够高 够坚固了 粮食 武器 剑 都远远不够 但最大的问题 还是人缘不足 如您所说 只能暂时拖延 峡谷的间隙并不宽 这样做的意义不大 炸药的话 还是那个样子 并不多了 我们 失去了七名士兵 全都 回到故乡去了 什么 又说这个吗 队长 这样下去 我们扛不过一周 不如放弃关卡撤退 再谋后路 游击战 不是我们的特长吗 我回来 路上遇到他了 我们一起进的城 他捕获了不少怪物 很满足 我认为 无法再实施战略 于是就回来了 敌人的大部队 明天就会抵达 他最终还是将我们 将人类 抛弃了吗 是的 现在 应该已经从北边的路 离开了 就好像是爱吗 现在可能不太合适 但您说血是爱 这是什么意思 差不多开始了 我们下去吧 怎么会这样 那当然 这不是我们大家都已经有所觉悟的事情吗 宝珀祖虽然战死 但我们应该还有火药 我会亲自去宝珀 请您在那之前坚持住 他 神并没有抛弃我们 现在 也该是时候回故乡了 有事 但是 听说您又把竖琴弄坏了 剑就是要在这种时候用的 竖琴是用来演奏的 你引退之后 似乎都没有碰过剑了 不觉得可惜吗 刚才不就有用处了吗 不管怎么样 修理竖琴 需要松枝 我上次就说过了吧 自己的东西要自己管好 队长您总是 这么快就收集到了 那我就 为您修理竖琴 还一字抓到了几只血兔 请稍等 本来还有一些同行的人 但大家 都回故乡去了 应该是怀念 母亲的怀抱了吧 我们曾经是佣兵 现在已经隐退了 在四处流浪 队长也吃一点吧 必须维持一定体重 不然无法耐寒的 冬天也快来了 这世道也很难维持正常吧 姑娘还这么年轻 真够可怜的 末日 嘛 不过 小姑娘你是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虽说是这样 但我们要趁战争还没开始 找个名具住下 囤上一点粮食 听说一个叫黑魔法师的起兵了 也是 你说的也没错 这样下去 没有人能生存下来 嗯 好奇怪啊 要是换作平时的话 早就有士兵跑出来大声训斥了 刺猬其息地附近 就能看见狮子王的城 一方万一 您先去打探一下吧 请准备好见 我感觉情况不妙 这次 可能真的会有危险 稍等一下 队长 是怪物 队长 您见过这样的家伙吗 应该是邪恶魔法的成果 队长 气氛非同寻常 我们差不多该退出去了 可以是可以 但那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 这种情况下有些困难 又有惨叫声 比之前更近了 但只靠声音 没法锁定位置 减少二百只左右 应该就够了 我去准备魔法 绝对不能放松神经 队长总是 探测到了一次 人类的生命体 就在这附近 右边 在塔那边 不远的 怎么样 怎么会 希望他能在那边安息 这 其实吧 内城还有两个幸存者 刚才被探测魔法捕捉到了 应该回去的 就算拦您也没有用吧 那我也一起 那也没办法了 我在这里等您 如果您遇到危险 请给我发信号 你推的手怎么不小心点啊 抱歉 我人老体帅 您醒了 我们正准备去找避难的队伍 想要加入他们 您也知道的 狮子王派出的怪物军队 扫荡了整个冰封血域 但总还是会有活下来的人 多亏姑娘 您才保住一条命 这要下去 难民们都要死了 是真的 只要一启动 整个冒险岛世界都能看见 原本应该要集气五位魔法师 才能启动 如果我一个人来的话 没日没夜 也需要半个月的样子 会有怪物涌来 数量还不会少 准备期间 我不能离开这里 所以需要由队长和海一兹 负责战斗 可以有些日子不被唠叨 您开心了吧 我去查看一下塔内情况 您和士兵们聊聊吧 您来了 只是专注的时间太久 有些疲倦了而已 差不多完成了 明天午夜应该就能启动 您不必担心 我们都有所觉悟 我一直都没说 和队长您一起战斗那么久 能活到今天 就已经是奇迹了 不说这个了 现在战况如何 没有办法 您不会是说那个吧 我想起了一些不好的回忆 刚好 外面吵吵嚷嚷的 应该是海一兹那家伙回来了 您该去看看 请不要过来 会影响我吟唱的 不 还没有结束 他托我 讲这句话带给你 那姑娘离开前 来过这里 他家上语的力量 全都分给了我 这 应该是我最后的唠叨了 再过一个小时 阴长就能结束了 队长 请您战斗 不要再留下任何后悔了 纸 纸 纸 是成长了这么点吗 那就假设这份文件的信息是真实的 来仔细阅读这份文件吧 等等 那个 纸 那就是 将黑魔法师锁在永恒时间里的宝石 制造宝石的英雄 在与黑魔法师的决战前 制定了两条对策 首先 与黑魔法师战斗落败时的对策 刚好 我找到了一点头绪 所以才来了这里 够了 我会自己看着办的 有了这个 我就可以完全洗脱冤屈了 你能调查一下时间神殿吗 那正是我们守护的封印石 回溯被破坏大陆上时间的宝石 拜托你了 替我去见拿哈特 获取变身术式的情报吧 我还以为隐藏得很好 结果还是被那家伙发现了 轮动 是凯琳说的吗 我总感觉 活身上下都没有力气 第二点 是为封印也失败时准备的 我无法否认这一点 提死你干嘛 不要自责 我们一起解决就好 嗯 看来我不是冒险岛世界的人吧 我是个孤儿 所以没法知道 我为什么会生成这个样子 这可真是的 都说了别说话 自己倒是说得开心 戴帽子的 你呢 你叫什么 想做什么职业 你也会去的吧 听说有不明身份的黑影 袭击了冒险岛 好久不见了 有什么事情吗 你来了 情况不太乐观 幸好 影子已经不见了 但如大家所见 整个岛都被烧毁了 欢迎来到诺特勒斯 你是想成为海盗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 看来大人 是因为黑魔法师 而感到不安了吧 想帮助镇压火灾的冒险家们 正在赶往冒险岛 我也不清楚 听说冒险岛到处都在发生 不知名的黑色不祥 果然 是被封印在那里 我送你去射手村 请你先回去吧 我会制定对策 不要自责 这不是你的错 怎么会 黑魔法师的封印被破了吗 你只是执行了任务 是我拜托你更换了封印室 责任在我 你听说了吗 冒险岛发生了火灾 你是说门开着吗 确定是现在之门吗 愚蠢之人 所谓的对错 不过是空下 你要如何敢确信 你所相信的正义 就一定是正确的呢 就算是他们避难前生活的村庄也好 能不能告诉我呢 不行 实在看不见镜头 回去吧 现在还不是时候 没错 那就走吧 我在那之前 都没法见到凯琳 我却是因为想见到她长大的样子 我很快就会复活 纠正世界的秩序 我是想寻找和我模样相似的人 才开始冒险的 我想这几百年过去了 诅咒会不会变淡了一些 但是 每当我一步一步地 作像凯琳时 脱离秩序者 从封印上收手吧 别再做蠢事了 阿尼玛门在哪里 如果是避难 那么去了哪里呢 用人类修家的样子 不行 你的意志救了我 甚至还救了冒险岛世界 虽然我现在恢复了女神的样子 但请你不要停下脚步 这家伙都做不到 你能行吗 长久以来 我都在这棵枫树下 等待你这样的存在 拜托你了 我是冒险岛世界的女神 热爱和平的存在 你这样逃跑 也不能改变任何事情 朋友们 大事不好了 修家 修家有危险 这是什么意思 你可是冒险家 真的要这样逃跑吗 黑影又出现了 往枫树方向去了 回去吧 一定有我们能做的事情 现在修家一个人 在枫树那边吧 你要去哪里 时间审殿附近非常危险 所以我直接送你到三善门前 你调查完了 再加上 他身上那种不知名的不祥气息 甚至影响到了我 虽然他自称是来转职的新手冒险家 但他的能力绝不是新手能有的 我先要去诺特勒斯 我准备成为海盗 你到底为什么指护着这家伙 现在看来肯定是这家伙的责任吗 不 不是的 有个非常可疑的人过来 说要成为海盗 他叫提斯 是你认识的人吗 啊 倒是有一件奇怪的事情 你不是说害怕蜗牛 没法去冒险吗 但是 大家开始冒险 都有各自的理由 我想交朋友 需要十个才能领取船票 我收集了大半 那当然 你今天第一次见到我 就能出手帮我 穿戴上我刚才给你的装备 去狩猎蜗牛就好 收集五个蜗牛壳吧 等一下 那个 你好 我叫修佳 果然 我就知道你能做到的 那也 很帅气啊 那 是什么问题呢 也有些人 直接开始 我想帮助 帮助朋友 嗯 对了 听说那个英雄啊 其实 原本也只是普通的人 愿你长成 另一棵枫树 真的 只是因为善良 就想要拯救世界 谢谢你 你还说 你连一只蜗牛都对付不了 但我觉得 你完全可以做到的 你这么善良 一定 也能成为很棒的冒险家 嗯 能帮把手吗 嗯 怎么能说烦人呢 都是一起开始冒险的同伴 哼 要不要 和我一起出发 呃 蜗牛壳都坏了 但我 除了你就没有人可以托付了 给 收好 这五个蜗牛壳 你真的好聪明 嗯 怎么办呢 来这边 那个 这是在混沌中流浪之人的故事 怎么办 没有这个 就不能领票 你看 抓蜗牛 还不是易如反掌 虽然有些人 也像你说的那样 带着使命感去冒险 我觉得冒险的时候 能遇到很多好人 真不好意思 这理由 是不是很微不足道 真的 真的吗 我好开心 那就 快把票领走吧 伦多 飞侠 啊 好吵 我是提斯 你很烦 别和我说话 那个 开始冒险之后 确实可能会比较辛苦 但也会有很多好事 飞侠很好啊 在黑暗中发光的飞侠之刃 这五个人是冒险家同伴 大家去了金银岛 都想先做些什么 那也不好说啊 也许 你就是另一棵枫树 我一定要获得 世界上最贵的宝石 同伴 我想变成大富豪 用钻石做成剑 当个随意射箭的弓箭手 那个 我要 当魔法师 哦 魔法师好啊 哦 你好 我是修家 哟 我叫奥利维亚 你们呢 你别说了 你是叫修家吧 那应该要去魔法命令吧 你真是个好人 要和我一起走吗 嗯 我想成为牧师 帮助朋友 朋友 抱歉 我已经 有想一起去的朋友了 哈哈 奥利维亚 你被拒绝了吧 看来修家不喜欢你哦 哈哈 这人真是 修家 你别在意 当漆黑的晚霞 像枫叶一样绽放 蕴燃北边天空时 像枫叶一样凋落 赫利纳大人不是说 封印实力有力量 可以将被破坏的大陆 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吗 就是要用在这种时候才做出来的 不会有事的 用点力 就像拉屎一样 嗯 找找办法吧 你拿走的金银岛封印石怎么样了 给我吧 我来试试看 没错 不是说替换没成功吗 用那个 来复原冒险岛吧 不过 我们可以随便使用吗 你们是分开了一百年才见面的吗 哼 你明明也是小偷 没必要这么固执吧 不是 不是 你这个叛徒 啊 我对说夫人 没什么自信 感觉你会嘲笑我啊 千万别这么说 比起你帮的忙 这真的不算什么 不行了 要不我 我去把门砸了 我们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 不能这么做 什么 我吗 虽然已经足够 但如果你想帮忙的话 能和奥利维亚一起去吗 没错 我看到进去的 都是戴黑色帽子的人 打算将奥利维亚 作为调查员派出 让他能够自己解脱冤屈 我都说了 找个好堆复的家伙 把他帽子抢过来 或者偷过来 根据谋士的书信中所说 变身术士所属团体的隐居地 就在来班矿山 我对力量 还是很有自信的 因为见到你很高兴啊 奥利维亚也好啊 这样是否满足你的好奇心了呢 我带奥利维亚过来 标志似乎是要戴帽子 这个真是的 我真的好害怕 伦多 这可恶的叛徒 我现在只能相信你了 想进去的话 好像要证明 自己属于黑色之一团体 这能管用吗 朋友们 不要吵了 哼 没错没错 想完全证明我是清白的 就得找到变身成我的小偷 快走吧 但是 不知道怎么进入矿山 所以我们还加商议方法 飞侠可不是小偷 你才是小偷呢 那不是临时被放出来的吗 要是做了那种事情 那和街头流氓有什么区别 别说了 就举手表决吧 你想怎么做 哟 修佳 是啊 有好走的路 何必绕远路呢 真是失望 嗯 说得过去 原来是要付出适当的代价 不错 换作是你 你会为了钱把它卖了吗 我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但是你们 有钱吗 够大胆 不错 你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有入侵者吗 喂 那边路过的黑色之一大人 能不能为你借一下你头上的帽子 要我的帽子吗 为什么 那个 我 我母亲 母亲她 多谢 你看吧 都说了交给本小爷就好 提斯太帅了 不会再有我这样乖乖被骗的黑色之一了 你是故意上当的吗 一定要成为黑色之一 就算能进去 恐怕也很难获得你想要的情报 如果是真的黑色之一 不可能配合你们演那么傻的戏 很傻吗 虽然我能力不足 没能成为黑色之一 有什么事情吗 不 不是的 一点都看不出来 竟然有这么悲伤的缘由 那我就借给你吧 我不想知道你们的真实身份 毕竟黑色之一的敌人不少 我一直想体验一下 能把你那顶帽子借我一下吗 所以 你们也不要对我有所好奇 如果还想问什么 我可以回答你 母亲她 离世之前 留下了遗言 那家伙 长什么样子 干部们都穿黑色长袍吗 那个人应该是巴洛克 他是干部 恐怕很难见到 没有变身的时候 他穿戴一身黑色长袍 看起来有点蠢 长相愚蠢之人 是巴洛克 虽然不是那样 但最近和巴洛克一起出没的那个干部 艾利奥诺尔也穿戴长袍 所以要区分清楚 黑魔法师的封印 被破解了吗 黑魔法师 在那里 什么事情啊 你们为什么趁我不在的时候说 没事吧 你突然消失吓了我一跳 你不觉得对不起我吗 直到坚定的意志扎根 长成巨木的那天 喂 这是怎么回事 那个 对不起了 休假呢 这么说来 休假不在啊 之前 是我反应过激了 制造了封印石的 就是其中一位 因为那是要用于优先封印黑魔法师而制作的 黑魔法师进攻冒险岛世界时 有五位英雄与他对战 他的入侵导致原本一体的大陆分裂 才形成了现在的金银岛 被盗的封印石是几块封印石之一 我们的金银岛封印石 那是在几百年前 将冒险岛世界化为一片荒地的世纪反派 你的想法没有变吗 还是想成为飞侠 你好 你的想法没有变吗 你想选什么职业 你觉得我很帅啊 但我还有个地方要去 应该不能马上见面 欢迎 嘿嘿嘿嘿 没错 同伴 这也是缘分 上船之前我们聊聊吧 嘿 很适合你 那 那 下次见了 那 我送你去转职关那里 我有个地方要去 先去转职修炼吧 嗯 这下就快到了 别担心 我相信你一个人也能做得很好 我很快就跟上 嗯 希望下次见面时 我们两个都能变得更出色 告知各位冒险家 若有人发现嫌疑人 请即刻逮捕 并移交至弓箭手培训中心 到了金银岛之后 也可以改变主意 你再考虑一下 也许见过飞侠们之后 就能做出决定了 很合适啊 嗯 那我 我也下次 你好 你呢 你想成为什么 等待出行时间刚好有点无聊 这下好了 你叫什么 我叫奥利维亚 我前面那个戴帽子的是伦多 再前面的是提斯 我刚才也去搭过画了 那两个都是很无趣的家伙 别管他 啊 这下好像要出发了 我叫 修佳 你是想做香格里拉号的 对吧 那排在我后面就行 我先走了 有缘再见吧 外伦多 打个招呼再走 嗯 好 这个职业真的很适合你 你先去修炼吧 哎 什么叫无趣 那只是嫌烦 所以不想和你们混在一起 那我送你去废弃都市 嫌疑人涉嫌偷窃金银岛的宝藏 正在通缉 我要去魔法密林 我要成为牧师 嗯 那要不要 在村子里转转 你说过的吧 觉得飞侠看起来很厉害 去废弃都市看看吧 你来有什么事情吗 宝屋由李恩负责保管 在射手村负责运输的途中 发生了盗窃事件 是很贵重的宝石 所以由弓箭手培训中心负责运输 欢迎来到弓箭手培训中心 徒弟居然成为了盗窃事件的嫌疑人 我也不想相信 请即刻开始搜索 我送你们去搜索队伍人手不足的圣地 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你作为同伴就只有这么点义气吗 要是不乖乖把我放了 那我也只能动手了 宝石又不在我这儿 要我怎么还给你啊 什么 连你都怀疑我吗 不是我 我真的没有偷 啊 投降 投降 别打了 快住手 哼 我走了 参与了运输的人们 全都指认奥利维亚是犯人 很多冒险家都在处理探索 你也要参与吗 但是所有人都怀疑我 所以我才跑出来调查 是怎么回事而已 你真让我失望 只要能把这个情报 传递给赫利娜大人 我的冤屈就能洗清了 南哈特在圣地 拜托你了 以前有变身术士 入侵过圣地 这的确术士 你为什么认为 那条情报是必须的呢 你有什么事情吗 那个 你叫什么 嘿咻 对了 作为报酬 我给你一些 有助于冒险的东西 住在大海的海盗 多帅啊 那什么 你也要去冒险吗 我听说 那个人是冒险家们的偶像 那什么 我虽然不太会和人相处 但力气还是很大的 你要坚持一下吗 英雄 真的吗 谢谢 是枫叶图案发家 我是在这附近丢失的 应该就在落叶里 哎 你说什么 别吵了 走吧 我帮你看着身后 这件事只有你能做到 谢谢你做出这样的决定 来 拿好这块封印石 那个 其实 我把发家搞丢了 这件事关系到金银岛的 不 冒险岛世界的命运 拜托你了 住手 你如果有时间的话 能帮我找一下吗 那东西 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你帮我找到了 谢谢你 真是个很棒的名字 谢谢你 你喜欢枫叶吗 我来帮你 你帮我找到了发家 我想报答你 目前 根系还很完好 我不能放弃 只要能护住根系 叶子 就还能长出来 你害怕吗 你先走吧 这里 交给我 不行 被黑色气息笼罩的怪物们拦在路上 只靠我们 没法突破的 走 一起走 必须守护封术 完全不 大家都辛苦了 可恶 我会把今天 留作永远的回忆 就把这里当做我们的家乡吧 不都说冒险家是流浪者吗 嗯 我也是 我不知道 都说了不是我偷的了 我知道了 我会按照你说的去做 但你要让我尽生地 你帮我拖住了奥里维亚呀 辛苦你了 这之后 就交给我吧 等一下 给我个解释的机会 是真的 求你相信我 只要你放我走 我一定亲自查出事件的真相 好吗 奥里维亚 你在这里啊 居然敢偷窃大陆的宝物 你是冒险家的羞耻 谢谢你 你原来还挺长一气的呀 如果黑色之意是等待黑魔法师复活的组织 是的 从没有过 看来你身上 有我和其他冒险家们没有的某种特别的力量 你更换成功了吗 你也来了 其他人好像已经先走了 我们也赶紧走吧 不仅是不想经过的地方 就连周围的所有生命体都在逐渐死亡 这是我自己的修炼地点 我特别只告诉你 那个 其实 在查看你给的文件时 我产生了一个疑问 走吧 你怎么看 你的意思是说 黑色之意想用封印石来解除黑魔法师的封印吗 你是否经过时间神殿 那是黑魔法师和英雄们展开最后决战的地方 神殿有三扇门 其中一扇就是现在之门 狩猎这里的蓝蘑菇王吧 那是黑魔法师最后停留的地方 所以我判断 他被封印在那里的概率非常高 于是定期派人去进行调查 我同意 事关紧急 即刻动身吧 这次我也一起去 但是 确切一点没有坏处 但是 没有人能打开现在之门 想必是因为 黑魔法师就被封印在现在之门里面 没有人能进去 所以就算封印石有解除封印的力量 封印也不可能破 辛苦大家了 既然你做出这样的判断 那好吧 在我看来是紧闭着的 既然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 就请你重新进入现在之门 并更换封印石吧 但是 没有人能解除黑魔法师的封印 但是 现在之门紧闭 没有人进去过 居然能抓到蓝蘑菇王 你变强了不少吗 怎么会收集封印石的呢 谢谢你 你不是帮南哈特送了书信吗 一个崇拜破坏了大陆之人的组织 没有理由想要恢复大陆的宝石吧 其实 我想好好表达一下感激 那就下次见 那是什么意思 门应该 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关上的 不要抵抗这个力量 抵抗黑暗 那不是你能独自承受的 快走吧 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黑魔法师 黑魔法师 时间神殿的话 我也作为调查员去过 不过黑魔法师 为什么先攻击这个冒险岛呢 偏偏攻击冒险岛这个冒险家之岛 是不是和冒险家有什么过节 和他有仇的应该是英雄们吧 毕竟那就是封印他的人 你说什么呢提斯 你不是说听到了黑魔法师的声音吗 不会是成了黑魔法师的手下吧 那怎么可能 我也去过几次 虽然没有任何收获 没错 如果是出于伤人的目的 应该选择有更多人生活的射手村进行攻击 你是说中央纳山一直关着的门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没错 那只是异想 你说什么 我问你 是不是你把黑魔法师引到这里来的 是因为你吧 你为什么想更换封印石 我也是一样 不过还是有继续在进行形式上的调查 只对你 那我换个问题 你是怎么开门的 为什么只对你也打开呢 火焰的颜色都是黑色的 看来不是一般的不像 以他的性格 才不会把那么重要的事情交给别人呢 特殊性 是怎么样的 别太过分了 搞得像审犯人似的 我问你具体说了些什么 说我太过分 现在之门只有在这家伙眼中是打开的 也是在这家伙去过现在之门之后 黑魔法师的封印就破了 这一切真的只是偶然吗 那只是你的推测吧 你都没有准确的证据 就不要硬说成是这家伙的错了 我不是要包庇 只是想客观地考虑事件 再说了 我们都是冒险家嘛 喂 提斯 你到底怎么回事 跟上 我告诉你一个修炼地点 那个 对你还是可以说的 如你所见 我和其他人有点不一样 你到底要不要跟上来 嗯 在故乡 各位 下次在我们故乡再见吧 那就不能告诉你详情了 毕竟我也不能盲目地信任你 好主意 你去吧 我们在外面守着 伦多 加油 找那个人问问 艾利奥诺尔的房间在哪里怎么样 我只能说 那是一群占领了这个村庄的人 对了 是的 那你闭上眼睛 等一下 既然能够隐藏身形 那你没有帽子也可以进去了吧 好 你比提斯好多了 好主意 不会吧 怎么会就这么疏忽地丢在这里啊 到底去哪了 你也是飞侠 可以隐藏身形然后进去啊 你 应该也会用祝福 但我想为你做些什么 怎么样 能感觉到我的气息吗 不过 我可以给你总结了黑色之翼干部信息的文件 那个女人如果是黑色之翼 那总应该知道领导的房间在哪里吧 好了 出发吧 给你这个帽子 伦多就用隐身术进去 然后我们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戴着帽子进去就可以了 什么 黑色之翼是等待黑魔法师复活的组织 好了 现在来决定一下谁进去吧 毕竟只有一顶帽子 那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的 那个 我没想到 用了隐身术不就没法攻击了吗 一方万一 你戴着帽子进去 嗯 潜入还是由身为飞侠的伦多和你来做比较合适 为什么不带我 进入矿山内部后 出入口附近就是艾雷奥诺尔的房间 我去吧 我能隐藏在影子里相对隐秘一些 还真是傻子 你 我 还有修佳 三人里的一个 你能去一趟吗 你是傻子吗 哎 看来挺笨的 去那里看看吧 我只能帮到这里了 变身术士知道你的长相 我想帮助你 所以当了牧师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力量更强了 有两个房间呢 啊 要是另一边是特别危险的房间怎么办 什么 我只是有身为飞侠的谨慎而已 按照我说的试试 现在出现了 在右边的房间里 走吧 没有人啊 那颗珠子是什么 有纸条 变身术士怎么样了 你觉得那个比封印石更重要吗 你们平安回来了 太好了 那当然了 那样才能完全证明我的清白 什么 我把封印石放在这里了 这是变身术士巴洛克习的纸条 本次任务顺理完成了 伦多 你小子还挺有用的嘛 嗯 这个就当你误会我的赔礼了 根据这个可以推测 士巴洛克执行了偷窃封印石的任务 居然把封印石放在这里 真是个傻子 虽然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不需要 我来拿纸条 给 这是什么 还真高冷 好了 回去吧 会不会是诱饵 欢迎 你获取情报了吗 我帮你打开 去弓箭手培训中心的时空门 你把封印石找回来了 但这个是文件出自哪里 我潜入黑色之一据点时 有个家伙帮了我 这是那个家伙给的 该从哪里说起呢 即使过去了几百年 我还是忘不掉父亲当时的表情 不好笑吗 没头没尾的说什么呢 帮我咒过凯琳 是诅咒 分散了吗 对了 要从母亲的事情开始说起 也就是母亲之死 和凯琳的出生 紧接着父亲也去世了 能负责照顾凯琳的人 只剩下了我 还感受到生命力枯竭 等她再回到营地的时候 什么嘛 你说的好像倦带切的恋人一样 然后我突然 想起了父亲的遗言 直到那位伟大之人的意志切断 从未感受过得饥渴 父亲他 一脸喜悦地嚎啕大哭 我们兄妹的诅咒 似乎只有在我们靠近的时候才有效 如果是他信任的人 那也可能是我看错了吧 我不是说了魔法秘灵也有我负责吗 你这么快就忘了 还真够傻的 关于那个人 赫莉娜大人没有说些什么吗 我从小就认识赫莉娜大人 她是非常慎重的人 你怎么了 我本来也打算迟早要和你说的 现在应该就是时候了 但是 那句话就仿佛召唤了死亡一般 父亲说完就去世了 根本来不及之了 请转达赫莉娜大人 诺特勒斯很安全 我很想立刻找出给父亲下诅咒的人复仇 但我不能那样做 他见到了去世的妻子和出生的女儿 抱歉 我笑得太大声了 父亲叫了我和赫莉娜大人过去 说了在阎山地区 也就是现在的勇士部落发生的事情 身着黑色长袍者和他所下的诅咒 即便如此 我还是只能选择离开 那是因为 说来话查 给我点时间整理一下思绪 父亲说过 感觉像是心脏都要烧起来了 那一刻 原本覆盖在父亲脸上的烙印 也消失了 西温 我找到退伤药了 快点喂他吃退伤药 总不能丢下还是新生儿的凯琳离开 但是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图案是 感觉心脏要烧起来了 还有半边的烙印 我远离凯琳之后 烙印就变得模糊 即可感也消失了 准确来说 是烙印完成时 诅咒才开始发动 这能算是不幸中的万象吗 没错 我想活下去 也想救人 所以不得不那么做 我把凯琳交给了母亲的朋友 也是当时的探险队长 赫丽娜大人 然后就离开了 刚开始 出于复仇心理 我也想要找出下诅咒之人 并杀了他 下诅咒之人 身着黑色长袍的怪人 这是他最后说的话 黑魔法师 除非黑魔法师消灭 否则这个诅咒是不会消失的 烙印渐渐变得明显了 我只能选择逃跑 就算找到那个人 也不会有任何变化的 几百年前 我一直在追逐那人的踪迹 这是我得出的结论 想摆脱这个诅咒 只能消灭黑魔法师 没有别的办法 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没错 我们也都很喜欢修佳 修佳 应该在看我们冒险的 每个瞬间吧 我只是 想久违地见见修佳 那当然了 下次再在这里见面吧 要在家摆劲了 总该展现出好的一面吧 听完我这么长的故事 真的谢谢你 修佳很喜欢你的 今天应该特别高兴吧 即使把他杀了 诅咒也不会消失 那份心意会变成种子 没必要那么想 客资这么小 到底是谁背谁啊 修佳 我来背你 冒险家同伴 是谁前不久 还在彼此无面识小偷 我是沉睡在你心底的意志 不要忘记 你想要守护一切的这份意志 那份心意将带你去命运所在的方向 没有人能治疗我的 伦多 你居然和我想法一样 所以说 不要把一时的绝望 当做永远 品性纯良的勇士啊 黑影似乎已经走了 怎么能这样呢 我不是不相信你 只是 你这个小子 说什么呢 这令人不舒服的气息 是什么 拥有人辞勇气的勇士啊 好 我还给你 其实 我和这颗风树是连接在一起的 没错 提斯你可不能这么和同伴说话 朋友们 还好吗 别降了 水 我去接点水 不要忘记 你想要帮助别人的这份意志 拥有善良意志的勇士啊 我是你已经苏醒的意志 不是的 喂 总有一天 叶子会再长出来 花也会再开 我相信会那样的 你的根 也像这棵枫树一样顽强 所以哪怕一时凋谢也没关系 那份心意会变成钥匙 不要忘记你想要变强的信念 我是你想要苏醒的意志 如果 风树连根烧毁 失去生命 我也会变成那样的 赶紧去让医生看看 我背你 看那边 风树 我们 没有我们能做的事情了吗 就是把这里 当作我们内心的故乡 这是什么意思 风树上的火还没熄灭 这样下去 会把树根都烧毁的 你也知道这样没有用 用水之类的东西 并不能消灭那股黑色不祥 但是 也不能就这样失去休假呀 那你走 但我在哪里 都找不到一样的人 说什么呢 我在冒险岛世界有真正的家乡的好吧 总之 我想使用次元传送口 不 不能说是害怕 没错 只是比较谨慎而已 这是飞侠的特质 更何况 这 居然还只是弱化了的状态 如果发现了长着动我耳朵的人 跟上去会发现 大多都是头饰而已 你这家伙 还挺讲义气的 这扇门 可以通往其他世界 但 我有些害怕 还要再次出发呀 我们可是冒险家 真的吗 好吧 对你来说 也是不错的经验 这只靠我们二人 怕是无法解决 我觉得 你也应该去其他的世界 你觉得呢 就算把他们都带来也不够 再说了 现在 这不是你的错 虽然我现在要回去了 但我绝不会放弃 你要一起去吗 我倒不是害怕才这么说的 我没有勇气把我的秘密 公之于衷 我没有对其他人说过 你还是第一个 那个 我到周围转转再走 你先走吧 我帮他转职后 虽然尝试着与其对话 但那人好像被人追赶着一样 匆忙消失了 嗯 非常感谢 你 陪我一起来 我一定要变得比现在更强大 去找边界外阿尼瓦的村庄 行迹可疑 还有不知名的气息 可能和黑魔法师有关 就连盯上了贵重宝石这一点 都一模一样 谢谢你能这么说 如果这些内容属实 那么奥利维亚就是被冤枉的 我会将当时的情况 以及我所知道的西纳斯骑士团之事 全都写下来给你 那人的变身能力 是我亲眼所见 我之前只说这是珍贵的宝石 其实 这并不是单纯的宝石 真是不好意思 我没能相信自己的徒弟奥利维亚 下发了通缉令 原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希望能有所帮助 幸好奥利维亚不是犯人 但也不是开心的时候 那个宝石的名字叫做封印石 它应有能将被破坏的大陆 恢复原样的力量 这是与黑魔法师对战的英雄 所制作的东西 大事不好 不是这样的 很惊险刺激 好久不见 嗯 果然 还是说要用这个模样出现 你才能认出来 哦 既然如此 你要是见到了我父亲 就替我静静孝道吧 就算没有你 雷普斯也一定会出手的 啊 不过并不全都是假的 父亲 哎呀 公司严重受损之后 我听说了你的事情 我就找来了 那家伙 最初就打算要砸碎 你的封印石 从你到达神秘盒的尽头之前 就开始了 有什么重要呢 有时也可能是 注入血管的药物 有时也有可能是 外形恐怖的实验工具 不过 不管那是什么 都不会立刻揭晓 我呀 可是懂得享受 真正惊险的人 但是障碍越多 等到揭露真相的那天 就越是刺激 不是吗 死亡随时随地 以各种形态 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是老头们的实验 把我弄成了这个样子 要使用那座雕像 居然还不是一次两次 甚至建了实验室 在做坏事 善与恶的边界 指的是这个实验吗 但是 我以为可以活下去 在那海底 我开始搭击了他 我不是不能理解 我父亲 他是个天才 那是父亲的事情 至于我 如你所见 我只是个普通的搜索者而已 迫不及待地 沉入了水中 朝下 那个 你急 你如果累了就说 我可以替你倾诉 你把谁当小孩子呢 我想回去的地方 也是那扇可恶的门 叫他什么怪人 奇怪的家伙 父亲应该也受了不少苦的 所以 必须制定备案 好让有资格之人 尽快抵达上层 经过无数的实验 被更换成牵制的身体 竟然执念如此深 以至于把自己的回忆 装在了神器里 我实在是无法推测出 他的目的和动机 坚信自己会活下来 靠山海鱼的光 就足够了 体力也没有问题 我以为 我再也起不来了 但是 在深海底部 也有光 偶尔 会以活人的样子出现 伴随着波涛的重击 我瞬间明白了 在空中的实验室 从那里落下的实验体 实验体建造的塔 因为 我是真的 总结一下 就是说这座塔 是他为了逃出海底建造的 再往下 而且以塔的高度来看 似乎是在摆脱深海之后 也没有停止 这记忆应该属于建塔的创始人 这点你应该已经想到了吧 倒不是完全没有头绪 等我确定之后再告诉你 可以推测 塔的创始者知道这里会倒塌 我的时间很充裕 终于离开海底的那个瞬间 哪有那么简单 这可是要制造对抗者才进行的实验 这一点都不正常 谁 目的是什么 非常抱歉 这个部分我也不知道 因为父亲不太和我有太深刻的交流 毕竟他就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相信 这个嘛 也许这件事情 比我们想得更大 你知道世间的人们是怎么对待天才的吧 不管说什么 只要脱离了他们狭隘的认知范围 他们就会轻易地忽略 嘲笑别人 我是个 没能满足父亲期待的孩子 我对塔的传说没有兴趣 我说过 我的目标很单纯 我想看到完成的塔 还有亲眼确认 究竟是什么让塔坍塌的 没错 我和伊丽娜都教过孩子 什么情况都遇到过 是的 门 毕竟我的确是对抗者容器 虽然只是个半成品 在对抗者容器面前 实验室的门打开了 我曾经 坚信 在很早以前掉落的悬崖下面 终于到了 但是那时 乍一看 我以为是看到了云彩那边 头顶出现了攻击 就连花了那么长时间造起来的塔 都瞬间化为灰烬 那么可怕的力量 落到了我头上 我 变更了方向 如果我不行 那找一个能开的人就行了 我以为可以通过 我甚至没有丝毫怀疑 在三家的塔底层 需要其他容器 新的对抗者 真让人伤心 我们上次见面才过去多久 你就已经把我忘了 还要什么惊险刺激 自寻思路 不对 你不可能不知道吧 这样是不是有点贪心啊 父亲明明 连一根手指都没有动过 你吃 那当然了 我们还见过一面呢 怎么可能不认识 你不会是忘了吧 你应该也知道吧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只能相信 你也知道 如果和监视者结合 我就再也听不下来了 我从一开始就不是你的孩子 是吧 判断没有错 对什么都没有失望 别说胡话了 哪怕只是说空话 也请你承认都是你的错吧 可恶 我只是想得到你的认可 我的这种冲动 欲望 也全都是父亲设定的程序吧 脑袋都被撕掉半边之后 我才明白了 之前我一直以为随意地活着 才符合我的性格 你说话呀 父亲 父亲 利用我送卡尔罗斯去见阎王 顺带还能把对抗者容器也清理掉 你是什么时候把我的大脑都改造了的 在神秘盒帮我修毁坏身体的那会儿 还是比那更早的时候 行 好吧 既然这样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吧 我现在这种感情是真的吗 还是虚假的 对 我说的 就是你这种家伙 你不是把能高价卖出的东西都一口气损毁了吗 果然 我应该给你发收款单的 那你就绝对不会忘记了 不同境界的力量还真是名副其实 还是说这也是 你中下的感情 那种东西都倒手过一次了 就不可能放弃了吧 是叫吉伦达尔摩尔巴 高等一人心的王 我在公司见过 让我看看 角度不错 方向不错 这样应该就可以推了吧 和联盟的勇士一起死去 倒也不失为一个好结局 但我这次就算了 如果你想知道是什么生意 那就先去看看吧 可恶的奥迪乌姆 没错 准确来说应该是父亲的目标 那个人 早在塔重现于世之前就在关注了 一直都在等待着塔的完工 我之前也不知道 父亲为什么对塔那么期待 但我亲眼看到之后就理解了 会让人不禁想象 上面究竟有什么 才会出现这样的塔 究竟是有多么强大的力量 才能让那巨大的塔 在一瞬间化为灰烬 你知道的吧 父亲 你早知道会变成这样 哎 哪怕就一次 说个实话总可以吧 到底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 没必要到现在还遮遮掩掩的 反正我会死在这里 卡尔洛斯之利 把张尔洛斯之利 不是 是